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21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李隆基 跟比他小36年的女朋友黃青霞 就計劃結婚 拍拖四年之後 據說李隆基 曾經說要把七個物業轉到他的名下 令到他的未婚妻黃青霞 被人們貫賞拜金女的名字 甚至乎傳出 他 是欺騙 李隆基的錢 結果 最近 越來越多傳言流出 有人說 這個 黃青霞實際上是來自這些詐騙集團 而李隆基一早就知道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最近 有傳黃青霞 即是他未婚妻的前度 放出舊片 他有拍攝裸照 而且還問人借了三萬元美金 早前 這個基哥 現在網民稱他為提款機 跟黃青霞 英文名叫Chris 接受 01的獨家專訪 對外界質疑一一回應 我們說說他的訪問內容 Chris強調自己家底 不錯 差不多10歲就去海外留學 更加有兩層物業 根本沒有需要騙錢 他說我的原生家庭 不好條件的話 也不可能給他那麼多東西 其實供不到他出去讀書 如果等陣給你張帳單來看我讀書多少錢 正常人也很難去處理 李隆基唱到嘔也未必搞得好 他說他也是出身自有錢人家 近日有人在YouTube爆料 說Chris 曾經在酒店房裏拍片 片中對著鏡頭 說自己2018年3月30日借款3萬元美金 他也登了他 在2018年曾於美國西亞圖登報徵婚 跟一個男士約會之後 表示自己生意周轉出了問題 向這個男人借了3萬元美金 也拍了這段影片作證 指他如果日後失蹤 不玩 就可以公開這段影片 當然 記者就即時向Chris查證 是不是 Chris就提供了 2018年3月份的入數指 以及銀行月結資料 會應自己一早就還了錢 也說沒有跟一個男人發生關係 他說因為 當時公司發放的工資是因為國內資金趕不及 他臨時問他可不可以借 結果西亞圖的影片 拍的是當時借錢的影片 他借到的是3萬元美金 如果他沒有公司的資產和公司資源 根本不可能一次過借那麼多錢給他 網上對他 欠債3萬元 他說當年其實幾個月之後就已經還了 他可以坦白披露流水 看看對方除了100年的影片 他還款的流水截圖 也可以公開 對方只是把他的訊息公開 因為我已經還了 他隔了6年之後才來追債 然後 他提供這個摩根大通 Trace銀行的入數指 約3萬元美金的顯示 好了 還有一堆銀行紀錄 還有一堆銀行紀錄 我們看看這個內容 因為他就說 那個債主 的名字是歐陽偉 他接受Youtuber訪問 說幾年前 認識了Chris 他表示自己有公司 但是最近因為資金周轉出了問題 他說自己本身很有錢的 直升機也有兩步 他父母在洛杉磯 在英國留學 10歲就來美國 他說那時候 什麼都說 他還說資金轉不到就問他借3萬元美金 借兩個星期 主持就問他 你跟Chris拍拖的時候做過什麼 想了解發展到什麼地步 阿偉就說 他在微信就認識的 不同城市 阿偉住西雅圖 他住鳳凰城 一直都是美國的 原來不是一個內地女人 其實應該都是一個內地已經去了美國的女人 他一直都說他是大老妹就有少少出入 他說叫他拍一些裸照給他看 然後就說Chris就傳給他 他一直都有收藏 他主持人之後就補充說 他在未見面之前 就已經送裸照給他 見面之後也有發生過性行為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呢 主持人再問阿偉 他發覺 在發生關係的時候 跟裸照的照片 差一點 債主阿偉就說十分肯定 是同一個人 100%是他 他也把一張印有Chris Wong的照片 的架勢執照給主持看 主持人也認為應該是同一個人 阿偉也說 Chris 曾經表示自己是開直升機公司的 是製造直升機的公司 還開了一些視頻給他看 他說很有錢的 結果 他在這3萬元美金 賣了廣州層樓 折衣宿舍 不像是想要在美國買房子 他說他欺騙他的時候 他就想要自殺了 這個女人幾乎害死他 阿偉又敗了 Chris就乘坐民航機 去到西雅圖 跟阿偉去到酒店發生了關係 阿偉說是賭東西了 他說賭了一次就沒有力了 準備睡覺 然後他還找了 屁股撞他的腰 他問他甚麼事 然後他說那女人把他罵他多一次 他說他很要面子 就強硬來吧 他已經很累了 他被他財色兼收地說 之後就說開車載他去李小龍博物館 然後去了唐人街吃雲吞麵 他請的 然後去了呼光銀行 用保險箱 用他的身份證就拿了3萬元 阿偉表示拿了錢之後 又去另一家銀行 給他 之後又去李小龍的墳墓參觀 然後才載他去機場 是不是完全這樣呢 好 當年這個節目完結之後 記者即時就問李隆基 未婚妻 究竟是怎樣 這位未婚妻 Chris回覆說對方做得很厲害 他 希望展現自己的能力 結果 他說去了西雅圖 不夠24小時 已經完成轉帳了 Chris也有很完整的證據 他說他30日完成了匯款 已經回到阿里桑那州 過程中就給了他4000元美金 是沒有完整的支付過程 之後一筆過清華 他還給了5000元人民幣 用微信支付就答謝對方 法方人就是他姐姐轉給他的 他說他29日傍晚才到西雅圖 當日晚上吃飯 已經回去休息 對方第二天就給他錢 好了 究竟誰是誰非呢 然後就說這個裸照傳染 Chris回答 他說他們曾經是日早早 當時沒有真正見面 他有發過性感照 但不是拿照 見面 沒有跟他在一起 還有甚麼銀行流水等等 他不斷向這個記者展示他的call 展示很多張學歷和其他的專業資格證書 令自己有家底的 跟著 因為有網友就好像看他的 證書 認為他好像 不太相似 真正正正正正那些 大學的證書 他說他們 在奧地利學的一個坐飛機過程 這個課程就超過10萬美金 而直升機課程是12萬美金 實際上 有沒有那麼貴呢 他只是拿著吃星機 不太貴 究竟是真還是假呢 這個就不知道 但是他展示的單據 有人說是有疑點的 首先 單據上面 學校校輝 是緊貼著學校名稱 製作很粗疏 然後 他寫著那些名字 他那個學生的名字 就不會寫Chris Wong的 應該寫他的英文全名 可能會加上Chris 或是會加上Chris 這是正常的 第三個Optional寫錯誌 Referral 寫錯誌也是 Letter漏了R 所以質疑這張單據可能是假的 Youtuber的質疑 01也訪問黃青霞 問他有沒有留意這個單據上面有很多錯誌 他說一早就知道 只是對方報價才是他關注的地方 他只是 當時 只是打算關注格格而已 根本就不會想這些 網民很多人都會質疑 他 即時找出更加多的證據 例如在飛機上面的東西 相片等等 其實李隆基就澄清了 他說沒有把這七層物業轉到未婚妻的名字 實際上 當這件事 一傳出來或是真正證實了 這樣 就可以覺得 未必是完全是 純粹騙錢 外面有一個傳言 就說 他是知道這個是來自一個詐騙集團 但是李隆基也是 甘願跟他在一起 或是他改邪歸正 或是他根本是假的 很多這些傳言 其實 很多 網民在未了解之前就會覺得 他是大陸妹來的 問題 這個大陸妹 其實就應該在美國長大了 因為他很小就去了美國讀書 家本身也是家底的 在外國回來的 嚴格來說 跟百分百的不孤大陸妹是不同的 我想 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他喜歡李隆基的甚麼呢 貪李隆基的甚麼呢 是不是純粹因為他的錢呢 我們也不敢說 我們那個 一般人 在外人的角度就覺得 可能是 針對他的錢 想要他的錢 李隆基澄清說沒有把 物業轉到他老婆的名字 你只要留住物業 實際上 網友就比較善良 我只是擔心你被騙而已 外面有人說 看過Chris在東莞做 坐桌 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如果他一直在海外 生活 實際上 其實就 應該不會 在東莞坐桌 很多人 可能都是基於一些 不對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假的東西 就去 中傷 每一刻他都未定 其實很簡單 在外國回來的人 相對是沒有那麼危險的 因為 中國人去到外國 很多時候 你說當然有很多小粉紅 也有很多很壞的人 但是 大部分人經過 淹過鹹水 或者受過西方的教育之後 通常都沒有那麼複雜 相對會比較簡單 反而 真正在大陸就真的很複雜 很多 很多傳言 我想說 我們也是 國外人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就這樣看 如果李隆基沒有 那些物業給他 我覺得現在李隆基是安全的 如果他們真是真愛的 大家也應該祝福他們啦 這節 我先說到這裡 如果有進一步的 了爆 或者有更加 如果大家真實的消息出來的話 再跟大家詳細的跟進 好嗎 感情的事情其實是很難說的 如果人家真是真愛的 我們也不可能 硬說別人有問題啦 好 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多謝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